这个美女躺在泳池中闭目养神 尽兴享受悠闲假期 丝毫没发现危险正在靠近 下一秒她就被猪头人捂住口鼻 美女被活活憋晕 两个怪人将她抬出泳池 等美女醒来发觉自己被捂花大绑 前方还有一辆叙事待发的汽车 引擎声不断响起美女害怕的呼喊求救 猪头人却拎着锤子靠近 她一脚踩在美女身上跟同伴点头示意 对方立刻启动车子 碾碎了美女的脑盖 这就是本期要讲的2023最新恐怖片小熊维尼 一个叫罗宾的男孩在幽暗的丛林深处 发现了一群神奇杂交生物 小罗宾天真无邪和这些生物成了朋友 还经常给他们送食物 随着时间的推移 他们建立起身后的友谊 但罗宾已经不是孩子 他必须做出艰难的决定 离开森林刻苦学习 混种失去人类朋友又成了零件的流浪者 到了冬天土地贫瘠 他们机场碌碌 其中被称为维尼的小熊 做出决定 连同伙伴吃掉最瘦弱的同类宝腹 经过这件事 混种的心理产生变化 他们开始仇恨人类的抛弃 决心放弃人性 回归动物本源 长大后的罗宾带着女友玛丽 再次回到这片树林 她第一次对人讲起混种 可玛丽不相信那种生物的存在 罗宾为了证明自己一定要找到过去的朋友 就在她四处搜寻无果时 突然听到一阵野兽的嘶吼 罗宾赶紧冲过去 发现林中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她走进当年的破房子 却没看到昔日的朋友 玛丽在桌上看到男友的照片 但被人用笔涂黑了 她觉得这里很可怕 只想赶紧离开 不料门外传来声音 两人急忙躲到暗处 男人躺在床上准备睡觉 他们一直等到对方睡熟 才悄悄离开小屋 玛丽刚走下台阶 就被小猪勒住脖子 罗宾扑过去想阻拦 对方却活活勒死玛丽 她不明白昔日好友为何这样做 眼看小猪越靠越近 罗宾只能痛哭着求饶 但小猪还是把她拖进了山洞 树林边的失踪案越积越多 警方既然也发现被肢解的尸体 关于凶手的真面目众说纷纭 大家只能避免接近树林 但在这种情况下 总有不怕死的送上门来 这天一个叫玛丽亚的女人路过树林 她听从心理医生的建议 准备在乡下静养一段时间 她跟朋友来到乡亲的住处 这房子虽然看起来破旧 但里面很整洁宽阔 几个女人约好远离网络 一进屋就上交各自的手机 他们回房间收拾东西 吐槽蒂娜那家伙又迟到 而蒂娜此时就在那片树林外 她找不到路又联系不上大家 眼看天色见晚 蒂娜感到些许不安 这时身后传来脚步声 她扭头看到一个熊头人 吓得转身狂奔 那个怪物也在后面紧紧追着 蒂娜索性钻进卷帘门后 她躲在暗处不敢出声 但脚步声却逐渐逼近 维尼站在一侧观察四周 好像没发现她躲在这 蒂娜顿时松了口气 小心翼翼的站着身子 不料维尼出现在她身后 对方抓住蒂娜的脑袋 将其大力砸晕 在整个塞进机器搅成肉末 那边的玛丽亚等人不知好友遇害 正围坐在客厅聊天 玛丽亚趁其坦白 此情是心理医生的建议 她在不久前被变态缠上 报警后却没得到解决 直到某天凌晨三点左右 那个跟踪狂闯进她家 悄悄摸进了卧室 试图脱掉玛丽亚的睡衣 好在她及时清醒 警察也抓到了变态 但这件事对玛丽亚造成了创伤 她希望能借这次度假 走出内心的阴霾 与此同时 混中的基地内 罗宾还被吊在屋里 维尼看着她口水直流 完全没有小时候的样子 罗宾不停的求饶 试图唤醒对方的记忆 也许是受她眼泪的影响 维尼迟迟迟没有动手杀掉罗宾 因为她还记得回忆里那个小男孩 以及对方说过的承诺 罗宾明明答应过永远不会离开 会跟自己一起变老 这些回忆刺痛了维尼的心 她的口水和眼泪一起流下来 一方面是残留的人性 一方面是天生的兽性 维尼拿不准要怎么对待罗宾 她烦闷地砸烂桌子 随后走向墙边 拿起头发做的鞭子 狠狠抽打罗宾 借此惩罚对方违背誓言 很快罗宾就被打得血肉模糊 维尼见状离开小屋 把玛丽的残骸搬到罗宾面前 想尽办法折磨对方 直到傍晚维尼才离开小屋 而远处传来一阵音乐声 原来是玛丽亚的朋友在放歌 劳拉拿回了手机 正在按摩浴缸里摆拍 她不停转换各种姿势 丝毫没发觉危险正在靠近 直到劳拉开始挑选刚才的照片 才发现照片中有个熊头人 她紧张的站起身环顾四周 却没看到对方的身影 劳拉以为那是跟踪玛丽亚的变态 只当对方是个猥琐琐男 并没有放在心上 她回到浴缸继续享受 下一秒却被小猪捂住嘴巴 两人把她手脚绑住扔在路上 小猪踩住对方的背 不让劳拉挣扎 然后跟车上的维尼点头示意 这间车子缓缓向前 从劳拉美丽的脑袋上撵过 小猪发出开心的猪叫 不料被不远处的玛丽亚听见 两人看向深远处 害怕是那边的劳拉出事 赶紧走过去查看情况 神奇长发女一转头 就看到了血肉模糊的劳拉 她瞬间发出惊恐的尖叫 拉着玛丽亚跑进房子 两人跑向其他同伴 对方正站在玻璃门前 上面还有维尼留下的血子 看起来触目惊心 女人们决定立刻报警 可身后突然传来声音 众人壮着胆子走过去 结果看到了窗外的维尼 她长着人的身子却有一颗熊脑袋 玛丽亚等人非常害怕 不知道外面到底是什么东西 他们必须找些力气防身 此刻维尼和小猪还在外面打转 想寻找闯进去的方法 红衣女孩想起劳拉出去的时候 并没有关上后门 她冒险走到后面关门 而玛丽亚去楼上拿枪 她好不容易翻出手枪 正要下楼时却看到了维尼 对方已经闯进屋子 玛丽亚见状很担心红衣女 好在对方没有出事 红衣女和同伴来到后门处 谁知小猪猛的冒出来 一锤子砸晕同伴 红衣女也不慎掉进泳池 眼看着小猪就要对同伴下手 她马上大声制止 小猪闻眼转头对付红衣女 举着锤子走进了泳池里 红衣女拼命向前跑 但一切都已经来不及 小猪砸烂了她的脑袋 鲜血瞬间染红整个泳池 同伴绝望的大喊 下一秒就晕了过去 两人的惨叫声被玛丽亚听见 她带着长发女跑过去 一下看到泳池里的惨状 而另一个同伴被小猪扛出了房子 他们不能放任对方遇害 也悄悄跟了上去 小猪和维尼没发现被跟踪 抬着猎物回到了基地 维尼忙了一天 大口吞噬着蜂蜜 一旁的女人吓得不停乌咽 她觉得心烦 就走过去暴打对方 直到将其打晕 很快玛丽亚等人溜进屋子 帮同伴结绑 两人扶着对方准备离开 却听到男人的求救声 他们走进一旁的小屋 看到了被吊起来的罗宾 好心的女孩们救下对方 罗宾让他们快跑 玛丽亚和同伴正想离开 不料又找到了其他受害人 而且根据对方所言 小猪和维尼会想英文 可他们轻易不开口 玛丽亚救下此人想尽快离开 但被毁容的受害者不肯善罢甘休 她夺过玛丽亚的枪 发誓一定要杀死维尼跟小猪 毁容女拿着枪喊出小猪 对方拿着铁链闪亮灯场 还没等女人报仇 手里的枪竟然卡壳了 维尼猛的抓住毁容女 往她身上倒满蜂蜜 玛丽亚健壮忍不住惊呼 结果惊动了维尼 她赶紧拽着长发女逃跑 被救的同伴兰衣女却抄起锤子 趁其不备砸晕了小猪 她把对方绑起来虐打 想为死去的红衣女报仇 那边的玛丽亚两人被维尼堵住 他们只能闷头向前冲 两人一口气跑进树林深处 躲在暗处不敢出声 就在危急时刻 远处传来小猪的惨叫 维尼听到后立刻赶回去 她冲过去掐住蓝衣女 拿起刀子捅进对方嘴里 跟来的玛丽亚看到这一幕 又吓得尖叫出声 维尼闻声迅速转身 继续追捕玛丽亚两人 他们在林中你追我赶 玛丽亚冲向土路 拦住过往的车辆 跟车上的人求助 不怕死的路人看到维尼 不仅不赶快逃命 还拿着棍子接近她 教育对方不能随便欺负女生 维尼只站在前面一眼不发 为首的路人一敲棍砸过去 维尼还是不肯出声 几人健壮以为她好欺负 干脆举起棍子一起动手 他们放肆的行为终于激怒对方 维尼三下五出二杀掉几个路人 玛丽亚只好开车逃跑 不料对方爬上了车斗 正逐渐爬向驾驶室车顶 向砸烂挡风玻璃 玛丽亚惊慌失措剑撞向前方 等到恢复清醒 就看到长发女被拖到树林 随后维尼提着她的脑袋扔到挡风玻璃上 玛丽亚赶紧打开雨刮弄掉头颅 紧接着她也被拽出车子 就在十万火急的瞬间 罗宾开车撞向维尼 他扶起玛丽亚打算离开 但维尼并没有死掉 反而推开车子追向两人 他抓住玛丽亚打算动手 罗宾马上制止对方 想用自己换玛丽亚安全 但维尼还是杀死了女人 罗宾抱着玛丽亚大声痛哭 但也只能逃出树林保密 他当年一时好心酿成大错 给了寒冷的人一捧炭火 却又残忍地收走 维尼无法理解人类的思维 不理解罗宾当时为何离去 最终被怒火吞食 失去了仅存的人性 影片到此结束 只听电影名还以为是卡通故事 没想到是暴力雪浆片 以人类的角度来看 这完全是农夫与蛇的故事 但以混种的简单思维方式看 他只是在报复人类违背诺言 故事非常简单粗暴 无非是以小熊维尼做噱头 颠覆卡通人物的形象当反派 借此吸引猎奇的观众 但影片没说明混种的来历 再加上小熊头套太廉价 是半人半维尼熊的设定 不伦不类 让人无法入戏 很普通的网大质量 不需要浪费时间看原片